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原来是个菜肉包 一咬下去 肉汁占它整个口腔 搭震点 还有椰菜 韭菜 蒜头的味道 完全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抗争 炭火的微甲 加上鸡皮的鲜甜 简直是完美的二重咒 越嘴咀 鸡皮的味道就越浓烈 这股美味 由舌尖开始扩散到舌根 包围着我每一个味蕾 太好吃了 哇 是这种味道了 一件好的炸鸡 必须具备的爱脆内丸 在这块鸡肉上面 完美地演绎出来 吞完鸡肉之后 味道仍然在口腔里面营绕 令人按耐不住 内心的跪动 我想多吃一块 焦糖布甸 好幼滑 瞬间就由此间滑过喉咙流入我的食道 舌头上 残留着一丝焦糖的甜味 海绵蛋糕 生忌廉 布甸慕斯 焦糖啫喱 还有吉士布甸 五层的巴菲 实在一首甜味的交响我 嗯 朱古力蛋糕在接触舌头的一刻 顺积就让我的体温融化 明明是在吃蛋糕 但却又在吃生朱古力的感觉 很特别的体验 是我对朱古力美味 一个未知的新景地 嗯 外层的朱古力曲奇脆皮 果然很香脆 啊 里面是薄荷味的忌廉 不会太甜 又夹杂朱古力曲奇碎 很丰富的层次 不错不错 是个不爱甜食 都会被它打动的泡芙 嗯 虾不大隻 但胜在有彈牙的质感 嗯 埋藏在芝士和白汁下面的 是软硬适中的通粉 放入口这份碗粥 就好像在茫茫白色大海里面 发现宝藏 是无与伦比的喜悦 嗯 名副其实是原始的 半熟蛋 不太流心 又不太硬的蛋黄 取得一个绝妙的平衡 啊 鲸鱼汁 还包裹着每一粒饭粒 这个饭团 简直是饭醉一样的美味 有意思 士多啤梨干的甜 配合微酸的娱乐味吉士醬 和很和谐的味道 我明白了 口感不像蛋糕 但又有吃蛋糕那份满足感 怪得叫士多啤梨蛋糕风味 有趣有趣 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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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快点 有趣 有一句 可爱 有趣 有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